本來我不想讓小朋友知道原來這個世界是有壞人 我已經盡量不讓他看新聞 但是他經常聽人說示威者這三個字 我唯有解釋給他聽 為什麼哥哥姐姐這麼兇這麼恐怖 因為他們聽了老師說政府和警察是壞人 所以他們又出來放火打人 放火打人是不對的 為什麼老師不跟他們說 因為他們的老師都信錯了壞人 有一份報紙叫蘋果日報 這份報紙的老闆是壞人 他很討厭中國 所以他經常跟人說中國很壞 中國會搶你們的玩具 又不讓你們說話 如果你們不小心說錯話 他就會抓住你們 困住你們 不讓你們回家 很多人都信了這個壞人說的 所以他們就很討厭中國 那就算多討厭人 都不可以打人 是啊 他們這樣做是很不對的 除了打人還放火 這樣很危險的 隨時會弄死人 為什麼他們這麼討厭中國 又不搬去外國住 你說中了他們的死穴 怎麼回答你 他們這樣是很自私的 如果你們跟小朋友上課 有個同學說他不喜歡上課 還不讓你們上課 這樣行不行 他不上課都不可以阻礙別人 那什麼叫攬炒 攬炒 即是說本來每個同學都在玩玩具 但是就有個同學說這個玩具不好玩 所以他弄爛了玩具 全部人都不讓玩 其實他可以不玩 但就不可以弄爛了玩具 連別人都不准玩 不可以這麼自私的 你不喜歡玩就是別人喜歡玩的 這樣是不對的 是啊 如果你想買玩具 媽媽不買給你 你都不可以打爛了家裡的東西 還不讓媽媽上班 逼媽媽買玩具 本來媽媽不買玩具給你 只要你乖一點就會買給你 但你這麼頑皮 打爛了東西 媽媽就更加不會買給你 那我沒有打爛家裡的東西 媽媽你是不是一會買玩具 對呀 記得訂閱鄉簡頻道 支持我們繼續我搞